团体针对2016大选结束之后 是首次来做调查 这回大选的投票率只有66.27% 是创下了十年来的新低 而他们还发现 对于政党的支持度方面 可以说是大翻盘了 民进党获得了最高的支持 而成军才刚满一年的时代力量 甚至是超过了有百年历史的国民党 2016大选刚落幕 有民调单位马上针对这次选举 以及未来新政府进行调查 今年大选投票率只有66.27% 创下十年来的新低 而且对于政党的支持度 民进党排名第一 成军刚满一年的时代力量 还超过了有百年历史的国民党 基本上是太阳花运动 所带出来的政治力量 那这里面对于一中本身的 就是说不认同 这边是相当清楚的 时代力量的社会政党形象 又可以吸纳到一些中间 甚至所谓中间偏蓝的选民 对国民党的确是个警讯 第三势力崛起 不只排挤掉原先的台联党 清民党 进一步威胁到中国国民党 另外针对民众对于新政局的期待 有接近半数民意认为 应当立即处理台湾经济发展议题 其次是百姓的就业相关 有二乘五的民众则认为 食安议题较为重要 房价过高 年轻人的薪水过低 基本上都还是来自于 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 那以现在蔡英文当选后 还有四个月的空窗期 这是我非常不热见的 我觉得企业跟产业是不会等人 司法改革 长期以来 其实整个司法都不是非常的透明化 对 这变成很多是黑箱作业 台湾还有许多问题 等着被解决 未来新政府新国会 能够带给人民怎么样的改变 全民监督中 欢迎收看林志鹏王昌如台北采访报道